各位观众早安 欢迎收看经纬点评 我是David政经委 非常高兴 2023年3月20号星期一 我们在空中见面了 太阳升上来 新闻端出来 那当然来说呢 今天20号是一个见证历史的时刻啊 终于来到了 那话说此时此刻呢 北京时间大概现在是早上7点啊 但是呢在莫斯科现在是凌晨2点 外面的气温呢大概在零下5度啊 很寒冷 但是呢实际上今天的莫斯科啊 这个应该是彻夜未眠啊 为什么 因为在马上8个多钟头之后呢 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 这个正式访问团啊 即将抵达莫斯科 话说过去这一年来啊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首都莫斯科呢 这个各国的访客啊 哎突然少了很多啊 大概能够看到的呢 都是去斡旋的啦 呃 重重忙忙这个去见一下的这个白俄罗斯之类的啊 这个哈萨克斯坦啊什么这些他的比较亲密的一些国家 看不到啊过去那种啊人来人往的情况 那这一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访 那可是非常的盛大啊 那不用说呢再过几个小时大概从北京飞到莫斯科要8个小时25分钟 对不对 那当然呢第一时间抵达机场之后呢一定会有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啊 那甚至有什么仪仗队啊乐队啊欢迎的人潮啊 相关的这个官员呢在机场啊大家到迎接啊这个习近平的到访 因为毕竟这是国事访问啊 这个迎接的规格就要很高 那当然不用说呢 这个到现在的行程已知啊 是早上呢这个先是欢迎啊欢迎之后呢 这个因为大概抵达莫斯科的时间也就在 刚刚我讲8个钟头之后 大概就在早上10点半11点的时候抵达莫斯科 那欢迎仪式结束之后呢就有一个叫做非正式午餐 那当然是普京跟习近平啊 他们会这个用个餐因为旅途劳累嘛 飞了8个钟头啊 那就简单的吃一下不是那么像国宴啊 那么盛大啊 国宴那个有机会 但今天中午呢这个是一个简单的啊这个午餐 那这个午餐之后呢到了下午会留一些时间啊 让这个习近平跟普京呢 两个人单独谈话 他们可能是闭门的 也可能在户外啊或什么地方啊 他们就谈一些啊这个非正式的 非正式的代表这些会议是没有记录的啊 这个就他们两个可以这个当然画画家常啊什么什么 因为你正式开会不能说你最近好吗 对不对啊这个啊要先聊聊 那当然呢这个晚上呢会有一个比较正式的博宴啊这个欢迎 那接着呢就好好休息啦因为这个旅途劳累嘛 那接着重头戏就是明天 明天一大早开始啊就有一个中俄双方的正式会面啊 双方代表全部做下来了 相关人等 那要谈的事情呢实际上在之前的外交部啊已经做了很多沟通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要谈的第一个话题第二个话题第三个话题啊 那这所有的话题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中方会在这一次会谈当中提出来的 恶务和谈这一部分 那当然经济合作这是一定有了啊对不对 那比如说中国将来会在未来的几年当中买更多的啊这个什么天然气啊 石油啊那当然呢甚至这个俄罗斯也可以跟中国买到这个很多产品啊怎么样怎么样 双方的贸易呢会继续朝啊比如说3000亿啊这个目标迈进啊 那诸如此类的这个一定都有什么合作计划啦基建计划啊都有都有 但最重要最重要俄乌和平方案的内容 那当然的这个会议后啊明天会议后 有没有这个会后的联合新闻发布会啊就两个领导人站在那里啊接受媒体提问 目前未定有有安排有计划有准备但是未定啊大家在等 那当然呢这个当然最重要我们就讲吧这个上个礼拜三有跟各位谈到习近平这次到访 那是世界秩序要重来了那真是非常重要的时刻我那天就说这是见证历史的时刻 那果真呢在这个新西兰时间礼拜五的深夜听到了这些消息之后呢 当然当时兴奋莫名啊哈 第一时间呢马上想跟各位来聊聊这个关于习近平呢正式确认出访俄罗斯这件事 但那时候呢总觉得这个不急啊不急因为很多媒体那一时间都会把这个新闻发布 但是我们要讲的是有内容的东西有内容东西什么就是会谈的内容的重点在哪里 时间地点什么人参加这个都好谈对不对 比如说5月1号北京先是三方对不对 中国俄罗斯乌克兰啊那内容谈什么 那内容的关键呢最重要的关键也是普京心里知道习近平会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俄罗斯撤军 撤军 撤军没错撤军 很多人会说啊那俄罗斯不是白忙一场 对不对但是各位必须理解 普京经过这一年很清楚 全世界最后一个能够帮助他的希望 叫中国 放眼看去没有人啊 对不对 也是他唯一的大朋友 小朋友不算了 大朋友唯一的 这个唯一的能够帮普京在俄乌冲突当中解套的叫习近平 普京很清楚 但是普京也知道如果接受习近平的提议 势必在国内会接受会接受啊这个他的对手挑战 认为你太软弱了对不对你不够狠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军方一定会有声音 他可能对他的领导地位会发生影响在国际上俄罗斯可能在这次之后排队站位的时候啊就往后站了对不对不是往前站的最前面的几个人当中啊他要站到后排去啊 真的有这个可能 但是普京现在正在思考 但是不知道最后普京能不能接受但是我们必须理解撤军这个概念是可能先是哪怕是停火对不对两周两个月至少对于将来长期停火撤军这是一个序曲吗对不对 但撤军是关键只要撤军乌克兰没有理由不和谈不上谈判桌对不对如果俄罗斯答应我最终撤军但我们分阶段第一阶段我们比如说两个月三个月的停火人到援助物 然后再来进入永久停火对不对永久停火之后经过多少年之后我们呢开始撤军比如说一年后我们撤军啊这个这个总要有一个阶段性任务对不对就叫和平进程嘛你要一步一步一步朝目标走过去啊 但是不可能明天这个这个正式会谈完双方开新闻发布会俄罗斯说我全部撤军对不对 乌克兰这些所有东西我都放弃啊怎么样怎么样不可能一定会有时间表但是关键撤军这件事情一定要放在这个行程表上面 你不要说给我两两周两个月三个月的停火完了就继续打这个没有用的啊 这不是中国今天来到俄罗斯要的东西啊中国为什么要来这第一啊叫拯救普京啊 说真的这个不是矮话普京普京是很棒但他现在身陷重围啊掉在坑里中国伸手拉他对不对拯救普京这个动作没有人会要伸手 你看那么久大家都在他旁边甚至还有人往里面丢石头最好你不要爬上来 但现在中国伸手就他第一个避免俄罗斯陷入长期乌克兰战争对不对 如果俄罗斯长期陷入乌克兰战争这个因为现在普京有一点进退两难啊对不对 要有一个人说一上来啊他说好好好那我上来对不对 上来要拉一把嘛对不对所以现在普京啊要有一个有一个人出来说别打了 那普京就嗯嗯嗯嗯嗯好吧 要那种啊要演一下那当然这个人呢是谁中国 因为普京也清楚当年阿富汗把苏联拖垮了 苏联会垮跟入侵阿富汗十年啊有关系啊对不对 美国会丢掉中东跟阿富汗二十年有关系啊前面都是历史历史啊对不对 这一年已经元气大伤再打九年俄罗斯就从地球消失啊对不对 好这个等于就啦但其实中国也知道俄罗斯垮中国乱嘛 中国边疆叫乱的对不对俄罗斯不能垮好就第一 第二这个最重要这个俄乌冲突啊讲穿了就是代理人战争嘛对不对 什么叫代理人战争将来历史课就就拿这个做例子啊 这给学生上课代理人战争就像俄乌冲突对不对 西方体武器这边怎么样怎么样活生生的教材啊 在我们眼前啊这个美国的大局啊布局啊给破了 破美国的局不是跟美国过不去是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是大国责任啊中国不能放眼看着第三次世界大战 就这样发生啊你不出来他吆喝一下说停 那那开玩笑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那可是生灵涂炭 那打的就核战啊那绝对不客气啊什么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 对不对那不可能的绝对是核战了 所以中国这时候出来啊停止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不是跟美国过不去啊破破美国的局这是真的为了世界和平啊 第三欧洲啊要恢复正常了对不对 因为欧洲现在哀鸿遍野你说这些银行股什么投资人没信心 多半跟战争啊有那种阴影存在 如果今天欧洲衰败下去 这个世界慢慢就会变得更加的两极 所以中国必须让欧洲必须要恢复 帮他帮忙欧洲恢复 马克龙 索尔茨 梅洛尼这些人哪一个不巴不得中国出面帮忙 拯救欧洲啊帮忙欧洲解套 帮欧洲解套不是跟欧洲做生意 是把世界和平啊这件事情落实嘛 对不对 以他们的国力他们的处境 他们使不上力说不上话 中国办得到 对不对 那中国这次除了救普京 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 还要救欧洲啊 把欧洲给拉一把救了 对不对啊 好那第四呢 对于整个在这个国际上呢 现在正在美国正在酝酿一种所谓的新冷战 AUKUS Quart 对不对 什么AUKUS干嘛买核潜艇 就是要搞新冷战在热身嘛 Quart为什么要加大 把韩国要准备拉进去 就是要搞军事同盟 北约在欧洲已经历史悠久 亚洲没有啊 所以亚洲必须建立一个类似 北约的军事同盟 不管是AUKUS不管是Quart 这两个甚至将来合并 对不对 叫AUKUSQuart 管他的什么都可以 反正呢 基本上新冷战要拉队啊 中国不能让新冷战形成 新冷战形成 不是中国受伤 是世界受伤 对不对 美俄 美俄 当年美苏 美苏 美苏冷战 各位看看 那时候世界是多恐怖啊 白色恐怖 对不对 尤其在西方国家 你共产党 把你抓起来 为什么 因为你看过那个毛雨露啊 就把你关起来了 对不对 或是呢 你认识的朋友 住在中国 知匪不报 什么知匪不报 谁是谁啊 关起来 这种白色恐怖啊 当年玩多了 如果今天新冷战开始 各位放心 白色那种恐怖啊 马上就来了 对不对 在西方的华人都不好过 在西方的华人将来都 都难过 更不要说 任何人只要说 哎呀 中国太好了 明天就给你关起来 这个新冷战很可怕 冷战会变热战吗 对不对 要避免 对 中国在过去十几年 在一个全球大布局啊 经济大布局当中 一带一路 原来是 已经正要开花结果的时候 打了一个俄乌冲突 一带一路的出发点 在哪 中国 终点在哪 欧洲 这条线 是一条经济命脉 不单单只是地缘政治 是帮助这整个地缘政治 经济全部的活络 这是有规划的 对不对 从基础的建设 发展起来 到整个繁荣经济 整个对中国 对世界 这是一盘大棋 不是光对中国好 对世界好 所以一定 战争要停止 战争不停止 没有一带一路 对不对 中国在乌克兰投了多少 中良集团 在战争之前 好多中国企业啊 在那边投资啊 什么养猪啊 什么炸葵花纸油啊 农场啊 租土地啊 那一租就很大的 几百公顷啊 对不对 种那个农作物啊 什么在那养猪 然后屠宰啊 这些事业做的非常大 一场战争全没了 对不对 对乌克兰的经济 伤害更大 中国只是那些大老板 什么那些集团亏损 但对乌克兰人 他失去了工作机会 他失去了经济利益 那更大 好 那再来讲到第六 因为俄罗斯的军队 就算撤出了乌克兰境内 但是因为上了谈判桌 这个中方很有理由要求 乌克兰说俄罗斯撤了 那乌东地区现在民意要求自治 对不对 你应该接受他们 哪怕在联合国的监督下 再办一次公投 如果乌东地区 这些民众希望保持自治 你应该尊重啊 对不对 俄罗斯撤了 这个地方自治 你要尊重民意 那还是你乌克兰境内的 这个省份 不管是什么扎波罗热啊 什么这些地方都还是你的 但他们自治 这个也蛮符合普京的 就是说我在这个乌东地区的 这些亲俄民众 不受到乌克兰政府的迫害 因为在乌克兰战争之前 在这个地方 大概打了快要4年 2014年打到现在 死了快4万人 对不对 这个顿巴斯这个地区 一直以来说 甚至连这次特别行动 叫顿巴斯特别军事行动 要去拯救当地的俄罗斯人 那这一个可以实现 乌克兰没有理由不接受 我已经帮你谈了嘛 让俄罗斯撤军嘛 那你总要让他公投吧 大家要有条件嘛 不然俄军不撤我帮不上忙 所以乌克兰没有理由不接受 不接受国际舆论会说乌克兰 你搞什么人家都撤了 你就让他们公投啊 公投又不会 公投没过 那就没过啊 要过了你就尊重他了 对不对 好很重要对不对 第七 能源供应啊 俄罗斯对欧洲还是扮演重要的角色 因为欧洲啊 从默克尔时代我们就看出 他们不愿意买美国的能源 是因为不愿意受到美国的控制 欧洲要走自己的路 他们情愿跟俄罗斯买 不然怎么会有那个北溪 北溪后来为什么被炸 太清楚 全部是一个能源问题 所以如果俄乌和谈结束 大家欧洲对所有的俄罗斯制裁 一定要拿掉了吗 都和谈了吗 他都撤军了 对不对 那制裁就要拿了 拿掉以后 俄罗斯的油天然气继续卖欧洲 美国没有理由说不行买 对不对 制裁他 他都撤军了 你还制裁什么 他都认错了吗 对不对 他不乖 你教训他 那他都现在乖了 你还打他 不对了吧 对不对 就没有那个合理性了 对吧 所以能源供应能让欧洲不依赖美国 中国在帮他 好 那当然在第八世界秩序重整当中 这次俄欧冲突结束 一定会是世界秩序重整 但是不至于大洗牌 大洗牌的概念最终会发生 因为利益而产生的矛盾 就像当年一战结束 凡尔赛合约 对当时的德国订了许多不合理的条款 弄到最后干嘛 二战 那如果这次俄欧冲突结束 对不对 在大洗牌之后 什么比如说把乌克兰给瓜分了 什么这个弄了 说是已经战争结束 和谈完毕 矛盾存在 为下一次冲突 埋下了伏笔 所以这一次来讲 现在撤军 乌克兰维持不变 领土完整 是最完美的部分 俄罗斯拿到他想要的 对不对 他继续跟欧洲 美国已经离开了 什么战争结束了 当然谈判 没有大赢家 谈判的最高境界 对不对 就是 谈完 成功 过程 不是关键说 我在里面 是赢家 还是输家 我的利益 是不是百分之百 掌握到 谈判的最高境界 是谈完 不是谈不完 对不对 这个你说我跟他谈判 怎么样 我是大赢家 但最终呢 没签约 那白谈呢 所以曾经那个非常有名的李嘉诚呢 就说过一句话 谈判的最高境界 是成功啊 谈完他 对不对 那谈判总会有进有退嘛 对不对 好 那当然讲到第九 乌克兰呢 在外面的八百万难民啊 也能够重回家园 毕竟没有人不想回家 出国去外面玩玩可以 但想到家 谁不想回 战争回不去 战争结束 回去了 大家都可以回家 好了 那最后呢 讲到第十 那我想呢 这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中国这些年呢 是一个脚跟站稳的大国了 那当然呢 现在也希望展现自己的潜力 能够呢 对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 提供一个稳定的力量 这是中国的愿望 那当然呢 在过去多年来保护主义 让中美之间在经济 军事外交上 产生了很多矛盾 呈现出这种就是慢慢 好像是一种 美国希望塑造一种两极世界 对不对 就民主 独裁 这样做一个两极世界 但如今的世界 不是单极 也不是两极 是多极世界 对不对 现在就连那个美国啊 很多人对于性别来说 你不一定要选择你是男的 或是女的 你可以选择一个性别呢 是我现在还没有决定的性别 在美国是可以接受的 这叫政治正确 所以这种多极世界 连性别 你都可以选择 对不对 哪怕是选择说 我还没决定 我是男的 女的都可以 那所以这个世界在变 大家也要跟着变 不要再回到当年美术冷战 那当然呢 对于中国来说呢 在这个面对纷乱的世界当中啊 中国呢 这个在重整全球秩序的宏伟计划 在今天开始了 各位呢 将来在看历史的时候呢 看到的不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经历的世代 而是呢 就在2023年的3月20号 我们见证了历史 这一次习近平到俄罗斯的和平之行啊 实际上不是中国的第一次 当然也不是中国 为推动世界和平的最后一次 那当然呢 对于这个莫大的挑战来讲呢 我相信呢 对于世界的和平啊 可以算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也希望呢 这个大家一起为这一次和平计划啊 来祷告 来希望呢 这个和平能够来早日来到世界好吗 那我们就为这一次的行动啊 一起加油 好不好 中国加油 大家加油 我们一起努力加油啊 那当然呢 也希望和平尽快 来到我们的面前 好的 今天的最后 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 周末的时候呢 很多啊 在下方留言 给我许多意见建议加油打气支持 对我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前进的动力 那关心国际大事 锁定静尾点评 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 拜拜